韓國總統朴錦衛星期二 在白宮會見了美國總統奧巴馬 奧巴馬在聯合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美韓願意與朝鮮進行外交接觸 但這是需要朝鮮改變他們的行為 奧巴馬表示 而朝鮮憑藉著製造危急 迫使其他國家作出讓步的日子 已經一去不復返 美韓關係比以往更為緊密 鵬錦衛即是表示 他與奧巴馬重申 他們不會容忍朝鮮的威脅 以及挑釁 鵬錦衛還表示 如果這局的訊號能夠持續傳達 朝鮮領導人將會不得不作出改變 鵬錦衛這次訪美 率領了50多名的商界領袖 他星期四將會前往洛杉磯 會見韓國企業家 鵬錦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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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鵬錦衛